专门好 尖庄有很多种 哪个最好喝 我这次再说四个 这都是52度的尖庄产品 是红标 老精品 高光和荣光 我这个红标呢 是2019年的酒 现在是涨钱了 是45亿瓶 这个酒是一级酒 我喝了觉得品质 中等偏上吧 它比尖庄131要淡一点 具体就是香大味正 口感薄 有一点辣 这个酒放了几年 也没有什么尘感 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口粮吧 然后呢 这个精品尖庄 这个我喝了 好喝的多 这个是2018年的尖庄 它也是一级酒 喝着是香气柔了 酒不厌 味道是果甜浓醇 保湿也匀沉 而且还不算短 后段这个酒呢 基本没有糟苦味 这个精品尖庄很完整 挺好的 它唯一的缺点是口感 它稍微有一点辣 但是程度不强 然后52路的高光 这个高光是优质酒 它是香气保持的长 尤其是中后段 力量很足 口感是浓柔 但是味道 我觉得一般 这个酒的苦 有点咸 而且口感有点闷 酒香不亮 喝着就是香肠 味足 浓甜苦重 这个酒 它适合比较重口的酒友 我的酒铃不算短了 而且我喜欢高度酒 那我的口味 喝这个52度的高光 我觉得都有点香重了 高光还有50度的 也是优质酒 我觉得50度的整体 要更匀 要更好喝 然后这个方瓶的 这个酒叫尖庄荣光 酒级也是优质 喝着是浓甜 柔厚 香气挺艳的 味道非常甜 口感是柔厚里 带一点辣 有一点糊涂 这个容光口味比较重 保持的很长 它是这四个酒里 口味最重 保湿最长的 酒的协调感 我觉得不是最好 这四个里头最好的 我觉得是这个 老的精品尖状 这个酒别看它是一级 它酒级不高 但是它协调感最好 但是呢 好的有限 就有一点 挫子里拔将军的感觉 因为这几个对手 都不是特别的好喝 52度尖庄 我还没有喝全 我下次拿这个 老的精品尖庄 再比一些其他的 52度的尖庄酒 这次再说点新的 就是固态浓香酒 酒香的来源 是来自哪 根子上呢 是来自粮食发酵 那都是粮食 固态和液态发酵 为什么固态的更香 我从固态这个角度 说说更香的原因 要让粮食产香呢 那需要微生物和菌来做发酵 那培养微生物和菌 需要环境 那固态发酵呢 就提供了三种培养界面 就是气象 液象 还有固象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粮食发酵的活性物 如果在轿池里 那就又有空气 还有水 还有粮造 是三种培养面 去养这个产香的生物 但是液态发酵的培养面 只有两种 就是空气和水 没有固态的粮造 具体的样子就是 粮糟泡在水里 完了盖上盖 闷着发酵 那因为固态发酵呢 它是多了一种培养面 那多数的这一种呢 又和其他的培养界面 相互有交叉影响 所以它的发酵产香 就比液态要更宽 我说的这个只是发酵 这只是一个环节 其实还有很多的环节 比如说 我联合公司的大曲 是包包曲 它为什么外形做的 像个小包 其实是为了增加 活性物的培养界面 就是这种曲呢 是外紧内松 就九曲外层 和里头的曲芯 它的疏松度不一样 那越疏松 空气就越多 那松紧都有的话 那这种曲 它养出的活性物 种类就更多 所以产香就更宽 比如如果把包包曲掰开 那里面的颜色也不一样 种类很丰富 其实不光刚说的 粮食和曲 固态浓香酒 还有很多的变量 比如说有酵泥 酿酒的水 还有醇酒的环境 还有多种粮食的配比等等 这些变量都是相互影响 就变数越来越多 所以产的酒也是各有特点 这也是固态白酒好玩的地方 我们来走 看白酒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